大家好,我是追隆的Wyman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摔到外壳已经变形的iPhone12修复过程 当把主板拆下来,就发现上层的主板已经开裂了 再把主板分成后,上层的主板直接断开 简直惨不忍睹 惨归惨,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只能办办解决了 先把客户机器上面的硬盘和CPU拆下来 之后再把基带和基带码片也拆下来 接下来拆WiFi IC 因为下层的主板弯的比较严重 如果本来的WiFi IC也摔坏的话 这台机器就没有WiFi功能了 客户有可能不维修,那就白干了 拆下WiFi那一刻才松了一口气 WiFi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主板上面掉了点 接下来处理CPU和硬盘 给CPU和硬盘的指好机 再把逻辑码片安装到好的主板上面去 再安装硬盘和CPU 上期iPhone12保持料的视频 有很多网友问道 为什么要把原机的NFC也搬过去 这期视频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现在我们是没有安装原机的NFC的 我们开机看一下 当我们开机了之后 手机要输入三次密码去验证 验证完密码 手机检测不到原机的NFC 就会弹出正在尝试恢复数据的质量 如果客户的数据过大 就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安装原机的NFC IC 再次开机测试 当我们输入一次密码 就直接进入了菜单 逻辑部分我们就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安装基带部分和WiFi IC 到这一刻你肯定以为 已经把所有的IC已经移植过去了 其实还没有的 现在视频看到的是U1芯片 这颗U1芯片除了它本身的定位功能 还会影响到高频的信号 所以我们要把原机的U1芯片 也安装过去 以免影响到高频的信号 最后就是上下层主板的贴合 直锡的过程我们就不演示了 接下来测试功能 贴合之后来开机测试功能 欢迎致见中国移动 基本的功能测试完毕之后 这次修复就算完成了 但客户的屏幕和后壳都是损坏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修复 下个视频再见